現在時間8點35分 現在呢我人在這個西濱下面的 這個我也不知道叫什麼 無期全家之類的吧 明天我們有一個非常特別的行程要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在這麼丟高的時候去 因為這禮拜呢是我們端午連假 端午連假太陽就已經夠大了 我們還要去曬太陽 好久不見 又是這個丟高的背包 這是丟高 好久不見耶 有喔有變金石喔 久違的行程嘛 上一次離島呢已經是一年前了 我上一次看到這兩個人呢 應該也是在一年前的時候了 阿賢變金石了 對啊變瘦了 他是瘦的很不健康啊 各位觀眾 兩年講話都大聲了 又再一次跟幹話天王見面好不好 回圍大概半年左右 今天想要不想從北樓出發 來到這裡大概是騎得170公里左右 那這裡只是我們的中繼站好不好 因為我們明天就要前進一個 我跟魯特講說那裡是一個充滿悲劇的島嶼 其實我出門之前啊一直在考慮 到底小琉球一圈只有18公里 對 那到底要騎摩托車還是騎腳踏車 我真的考慮超久 昨天晚上我睡覺的時候 我突然夢到我的T媽 好像在哭氣的聲音 所以我今天就決定騎他出來 他已經哭氣很久了吧 而且你今天發二騎 其實還蠻讓我感到意外的 他應該有半年沒有出院了 所以好不好 乖啦好不好 T媽從去年牽車到現在 對 總共騎了大概一萬 還不到一萬五喔 對 然後我的腳踏車呢 已經騎了快七千了 這不禁讓我懷疑 他到底是不是在腳踏車混不下去了 所以才返回我們這個 騎重機的這條路上 這個一直是我很大的疑問 我相信對各位來說也是 來我們現在就來問他 我得要澄清一下 對 因為我騎腳踏車的影片 現在流量好像比騎摩托車還要高一點 飯店耍廢的影片 比騎摩托車還要騎腳踏車 流量還要高 他媽是怎麼回事啊 那個行程的XX超廢 那一定是XXX給我排的 請問為什麼 你現在想要跑回來騎呢 為什麼要讓你的流量降低呢 因為我昨天聽到他在哭 這個理由其實是給過的 滿棒的 今天我們住台南市區 下去的時間應該已經 11點12點了喔 又加上我那麼會拖 所以應該是 有可能到飯店的時候已經 凌晨一點了 等一下準備要出發了 GO 好啦 總而言之就是 好久不見好不好 看到你我非常的開心 最新的手機喔 小胖哥 為什麼會買這支你知道嗎 為什麼啊 就是被你陷害 跟我說什麼iPhone可以拍片 可是拍出來是不是真的 真的好很多 說真的 比GoPro好 哪什麼GoPro 比GoPro 方便吧我覺得 好啦 老實說啦 因為現在的iPhone的感光 感光元件 感光元件 真的比GoPro大一點點 所以夜間拍攝的效果 真的是乾淨不少 對 對 iPhone13 Pro Max 就是被你陷害的產品 看來我的這個 iPhone12 Pro Max 可以換了 算是輸了 輸了輸了 對 一見面就輸了 但是你這是最新的相機耶 這是最新的GoPro 哇操 看來我還是沒有輸 有幼是魯特 同樣的車 同樣的時間 講著不同的幹話 變精實的阿賢哥 收到幾乎認不出來的小胖哥 在去年我們很丟高的 把車子運到澎湖 在面積不到200平方公里的島上 騎車 騎了整整一個禮拜 車子騎了是沒有到很多啦 但是幹話倒是講了不少 事隔一年之後 這一次 我們要再度丟高了 準備騎著車出海 前往一個比局島更小的海島 小琉球 我們要再度去年 兩位的地圖 一切在這裡 一切在這裡 然後我們要多點 一切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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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去年 我們要多點 by bwd6 by bwd6 I'll find my way I was in the dark I guess it all I made it through the day Cause I'll find my way I'll find my way I'll find my way In bad times I know I'll be okay Cause I'll find my way 相信很多眼睛的观众朋友们 看完影片的片头 应该就发现了 没错 这次小流球型 鲁特穿的就是新出的短袖 材质一样是经过精挑细选 不容易起毛球 不容易掉色 不容易变形 一共有黑白两色 避免跟上次的帽T一样 实在是他也多人 没买到想要的尺寸了 这次我们采用填表单的方式 预购时间一个礼拜 填完表单 汇款后 才会统一制作 表单连结 鲁特也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手刀买起来 严格说起来 今天是个移动日之前的移动日啦 在等小胖以及阿贤哥下班之后 我们约在西兵的全家 一见面就是一个小时的干话 聊到都已经超过9点了 我们才准备要出发 小琉球这个地方 我相信一定很多朋友去过了 不过对我来说 还是算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啦 因为离岛 就是要把车一起带过去 才算是真正的去过嘛 所以这也是我第一次前往小琉球 而从台湾本岛要前往小琉球 目前就只能从屏东的东港 搭交通船过去 但是因为有从台北出发的小胖阿贤哥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不是到东港 而是准备在台南住一个晚上 隔一天再前往东港 晚上的10点半 我们还在口服休息站 差点今天就要住在这里了 嘿嘿 已经10点半了 上一次我们原班人马 来到这边的时候 已经是澎湖回来的那一天了 这一次再经过了一年之后 我们又回到了原点 其实我蛮想要问你一件事情的 这一段日子你从骑脚踏车 再到现在回来骑这个摩托车 你的感觉是什么 完全都没有挑战性 刚刚骑从台北到这边应该不觉得累吧 不会觉得累啊 老实说我觉得轻松很多 我相信跟阿贤的感觉应该是一样 是吗阿贤 因为体育车套很大的体力啊 骑摩托车不用耗体力 那要不要来骑越野车啊 也可以啊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我的骨头 耐用度是有限的 我们是有穿护具的 所以是还好 我觉得我的骨头耐用度还是有限的 哈哈哈哈 我希望我们的车子是要骑得长久 不是摔两下之后就要住院了 骨头是很脆弱 我可能要补一点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要去吃那个什么 扇唇喔 对对 哈哈哈 你先到我扇唇吃 吃一阵子好了 我再来试试看好不好 会不会从扇唇吃到亚培安素 哈哈哈 我看你的身材已经快变成要喝那个安素了 哈哈哈 就是那个流直的那种 休息一下 等下就准备要出发了 真的要出发了 出发之后呢 我们等一下会下一下北门 去接我们这个专业摄影师 然后跟他会合之后呢 我们在一起进入台南市区 准备出发 Go Go 从口湖出发时间 已经来到了超过10点半 进入嘉义之后的西兵 风变大了很多 正值6月的季节 气候非常的不稳定 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都蛮有感的 走在路上 走着走着 就变成洗澡了 在右骑了将近40分钟 我们从北门离开的西兵 终于和专业摄影师会合了 我们终于看到我们的 专业摄影师了 我们终于见面了 专业摄影师 累吗 我好像尽力充沛 我现在很想死 最累的是他们 可是他们完全不会累 他跟你一样 这样 到了 现在几点 11点 然后还说我精力充沛 对啊 他也是 他也是跟我们报官起的 我们刚刚在聊说 那个 我们上次住台南那家 阿信女店 然后里面呢 这个 早餐店的服务小姐 她的笑容跟 冰淇淋一样甜 你那样甜啊 嗯 那是他说的 那是他说的 搞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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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这次小琉球的摩托车主 在晚上的接近11点半 一行人4个人 终于全速集合完毕 接下来我们沿着台17线 准备一路进入台南市区 在台南的台17线上 随着经过的街景 举岛的回忆又重新浮现在脑海中 去年在前往澎湖的时候 我们也是走着台17线 一路从台南进入高雄 虽然说今天的路程 我们不会骑到高雄 但是对于明天即将到来的行程 在这里还是越想越兴奋 最后再又骑了将近1个小时 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们今晚下榻的地点 你们的离这里5分钟而已 对啊前面府中街 对,府中街左转就到了 5-9-6-9 好,明天见啊 拜啊 因为他在小巷子里面 干我我觉得骑进去应该会很吵 这条里面 还是用签的 好 这次住的位置实在是太靠近民宅了 所以最后决定用签的 签到门口之后把东西放着 接着再把车停到停车场 最后就在接近凌晨的1点 我们终于到民宿了 我现在已经洗完澡了 1点半 我们准备要睡觉了 反正今天大概算是一个移动日 然后明天我们早上会出发 大概中午的时候到东港吧 然后搭船 到东港搭船之后呢 我们下午会到小琉球 船好像只要坐20分钟 anyway 反正船的东西呢 我们明天再慢慢跟大家一一介绍 好明天见 晚安啊各位 各位朋友早安 现在时间呢 9点 9点10分了 可是今天我们不是睡过头 因为今天我们预计的时间呢 就是这个时间出发 反正我们今天预定 就是中午的时候 到我们东港 然后去坐船 我们昨天住的是这个 陆家27民宿 因为我们这次住的民宿呢 跟小胖住的民宿是不一样的 那距离其实不远啦 大概就只有5分钟而已 小胖住的呢 就是我们那个充满回忆的民宿 阿信旅店 在上次澎湖 回来的时候 那天晚上我们就是住阿信旅店 所以等一下呢 我也过去 然后顺便稍微熟悉一下 那个环境有没有 从那里结束 我们这趟旅程呢 就是从那里开始 准备要出发了 狗哥 今天的天气 他妈超好 那个 万里很多云 那个云是直上天际 直冲天宵的那一种 我是觉得 希望今天不要中暑阿 天气太好了你知道 可能会 很容易就中暑 哈啰 哈啰 嗨 周小玉 安安 早安 谢谢 看到了 好眼熟 嘿嘿嘿嘿 我们昨天也住这啦 对我们也住 对啊对啊 所以你们是环岛吗 对 我们 赞赞 今天第二天 赞 谢谢 拜拜 拜拜 一早就是一个 超级大太阳的好天气 连出发都还没出发 就已经被晒的快脱水了 去年的澎湖 我们在最后一天 从马公回到高雄 那时候为了贪图旅程 最后一天的惬意 没有任何的目的 我们特意在台南多住了一天 以阿信旅店 作为整趟旅程的ending 但是这一次 阿信旅店 反而成为了 我们在这趟小琉球的起点 那其实我上次来到这里呢 我就是住这个阿信旅店 在澎湖回来那时候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这个阿信旅店呢 其实不是因为他坐落在这个位置 而是呢 因为我上次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虽然有房间 但是我还是睡了交易厅 我连房间都没有进去 再次来到这边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感动 充满满满的回忆 其实昨天小胖他到的时候 他就有跟我说 他来这边的时候 他觉得他的回忆 瞬间全部涌上来 那其实当下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不过现在亲身来到这边的时候呢 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感动 好不好 阿信早啊 早 久违的阿信旅店 久违的这一咖 挖鞋包 久违的T妈 我是第一个骑T妈560 登陆澎湖的人 好不好 我还没有看过 有人骑T妈登陆小琉球 对 搞不好有人在没拍片的在家 哦 有可能 那我是第一个骑T妈560 去小琉球拍片 那我就是第一个骑T妈560 去小琉球拍片 呵呵呵呵 这算是很小心的说法 好不好 拍片的人就比较少 对对对 我非常愿意来台南 因为这里 古色古香 这个我的画幅 基本上人到这里呢 都弃止的起来 可以吗 田径优雅的张小胖 开玩笑 你看石板路 石板路 对啊 然后 又龙树的 然后又花花草草 又怀旧的冰 重点是 对还有果汁可以 对还有果汁 那你有喝吗 因为他要花钱 对我们 哈哈哈哈 树树没有嘎就对了 树树被没有嘎上去了 诶那个 鲁克哥 对 这个是鲁嫂是吧 鲁嫂 你喜欢这称号吗 我 还好 还可以是不是 那我比较喜欢 人家叫我珍珍 所以你就是不喜欢 这个称号没错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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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真的想要陷害我 那那这样你 你对他有所认识了吧 有有有有有有 有认识了吼 对对对 真真啊吼 真真 专业摄影师 我们频道有专业摄影师 我们这一次是不是 妈的来一个圈台首学 这么熟悉的地方 再来一个阿信旅店 巧克力农场 一樣熟悉的地方 對 等一下又要坐船 這是一週年回顧嘛 哈哈 我怎麼覺得好像是一週年回顧 剛好一年耶 真的是一年啊 因為我們去年回來的時候 沒有啦 一年多一點點啦 5月18吧 像是5月初 5月初去了 對 我們是5月初去了 對啊 我們現在準備要出發了 從7點出發 接下來我們的目的地是屏東的東港 從台南要到東港 首先就要先穿過高雄 這時候問題就來了 走市區 車真的會很多 想走三路 但是因為今天我們要搭船 路途又會拉得太久 怕時間跟不上 只好兩個選一個 沿著台1線 接到台29線 經過雙元大橋 從台17線進入屏東東港 雖然說這樣走 不算是真的經過高雄市區 嚴格來說 只算是從高雄的外圍繞過去而已 但是一路上的車 還是真的有夠多的 加上超過30度的高溫 就算是騎車有在吹風 還是會騎到滿身汗 最後真的受不了了 停在了萊爾夫 打算補充一下水分之後 再處罰 這次選擇的路線算是有點實測了好不好 因為我們騎了高雄市區 又加上台南市區 這兩個市區真的是我們的噩夢 騎得非常熱 我剛才騎到我的膝蓋 還有我的小腿 可能已經快熟了吧 那麼現在還沒有到我們的目的地 距離我們的目的地大概還要在半個小時 因為要去東港 我們這個路線過去會經過大棚玩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大棚玩飛個空拍機 然後順便在那邊休息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開始展開了我們這個漫遊 因為其實我們只剩下半個小時就到了 那到那邊也才12點而已 今天的天氣真的超級熱 距離我們要到小琉球呢 我們是有買了一個那個船票 然後船票呢 下午好像有5班吧 那1點半剛好有一班 可是小胖老婆1點半才來 所以我沒辦法達到1點半的那班 接下來還有3班還是4班 所以今天代表說 我們一定要搭到那3班或4班的其中1班 如果沒有搭到的話呢 我們就GG了 我們就只能明天再去了 我們這邊休息一下 等一下準備要出發了 GOGO 在這間萊爾夫 我們沒有帶太久的時間 買個水休息一下之後 我們就繼續洗塵了 出發之後我們又接回了台1線 繞過半個高雄市區 接到了台29線 接著從台29線上 來到了林圓工業區 今天的工業區 空氣秉質相當的不錯 我知道這句話聽起來是蠻矛盾的啦 但是這還是真的我人生中第一次 看到這麼乾淨清晰的煙囪 以及各種化工設備 我想這也算是難得一見的情景了吧 可能過個不用到一個禮拜 就變得整個灰灰的了 騎上雙元大橋 我們再度接回台17線 接下來只要一直很無腦的騎在台17線上 就可以抵達東港了 不過就在我們要進入東港之前 發現時間還早 所以我很堅持決定 來個忙裡偷閒 準備先去位在東港旁邊 之前環島經過很多次 但是我卻一次也沒有去過大鵬灣 除了放鬆 也順便思念一下我們的大鵬閣 大鵬灣位於東港鎮與臨邊鄉的交界處 身為台灣最大的內灣 在過去曾經是東港人養殖牡蠣的地方 後來經過重新規劃之後 才形成現在的生態保護區 從大鵬灣可以看見這一座 橫跨大鵬灣出海口上 長579公尺 橋面寬約30公尺的 鵬灣跨海大橋 這座橋也是台灣目前為二現存的可開啟橋 而另一座 則是高雄港的大港橋 從台17線上 我們轉進大鵬灣的環灣道路 時間因素這次沒辦法完整的繞玩一圈 不過看到道路兩側種植的植物 以及若隱若現的餘溫 還是可以感覺到大鵬灣是一個很適合 慢步調放鬆的景區 以今天的天氣狀況 從大鵬灣這裡 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距離西海岸只有17公里遠的小琉球 我覺得我們來錯方向了 要去大鵬灣應該要經過那個跨海大橋 大鵬灣跨海大橋過去之後 在那個靠近外岸的那個地方 可是我們現在是比較偏向內陸的地方 所以看過去呢 慢慢的餘溫 你現在對餘溫有什麼了解 據我所知呢 前面那邊是靠東面吧 對 東面應該是比較漂亮 對 聽說可以搭船 是 然後有風帆可以玩 對 然後這裡呢 是台灣最大的內灣戲 好不好 剛上完查資料了是不是 對我剛剛才上完查資料 不然把他講不出來 對 這就是YouTuber沒錯 這就不是 不一定啊 有些 對對對對 我們是比較勉強的YouTuber 對 哈哈哈哈哈 我們算是比較硬要的 聽說我們那個老婆大人是已經領完船票了是不是 好像是 對 然後我們現在呢就準備要前進東港 然後啊 剛才在那個空拍器飛上去的時候啊 我發現啊 在跨海大橋對面就可以看到小琉球 今天的天氣非常的好 藍天白雲的 再加上呢 我們剛才經過那個工業區的時候啊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清晰的工業區 他上面那個什麼秀斑都超明顯的 他沒有那個霧霧的那種感覺 你不覺得這是另外一個風景嗎 我剛剛透過魯特哥空拍器上面的遙控器呢 我發現 我第一次看見這麼漂亮的工廠 出發囉 一路上就這樣騎車幹話 幹話騎車 也算是蠻歡樂的啦 從大鵬灣出發 我們又有再騎了將近10分鐘 在看見靜德大橋之後 也就代表著 我們終於來到了東港碼頭 九位嗎? 六大三半 九位這件 九位的這件都要嗎? 對啊 下一班三點半 我們今天搭的是這個 泰富航運 那泰富航運呢 他在領船票的時候呢 就是需要我們的證件才可以 因為他好像有保險還是什麼東西的 所以在如果你有來的話 一定要記得 領票的時候 證件也給他帶上 不然就像我們現在一樣 跑來跑去的好不好 好久不見耶 你們 大嫂 不要加個大 哈哈哈哈哈哈 好久不見耶 嫂 小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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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叫嫂 好久不見 妹子 叫 妹子 你怎麼不叫她妹子 可是你現在的妹子我都把他想成媽祖 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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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需要媽祖沒錯耶 我需要妹子保佑 哦 妹子保佑 我們現在 拿完票 走出來了 滴蛋 哇 今天端午節剛好有人在那邊滴蛋 然後還有破蛋 這個蛋破掉了 這皮膚 呃 我們沒辦法吃東西 因為如果我們今天有船票的話呢 我們人跟車好像是分開的對不對 對 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先去排車子上船的位置 所以我們現在呢沒有要吃飯 我們要直接先騎車進去排隊 走開 東港就名東京 這個京治在古地名上有著渡口 渡河的意思 就像是高雄的奇襟 而我們今天來到的東港岩浦漁港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 被東港西一分為二 東岸是東港漁港 也就是我們今天即將搭船的地方 西岸則是岩浦漁港 目前這兩個港口也已經合併成為了一個漁港 兩個博區 所以就把東港和岩浦掺在一起念作 東港岩浦漁港 身為第一類漁港 目前是台灣南部 最有規模的近海漁業漁港 同時也是遠洋漁業的重鎮 每年的黑鮪魚祭 你沒有吃過 應該也會有聽過 而目前要前往小琉球 就只能以搭船方式前往 在大鵬灣的澎流線開放之前 全部的旅客就只能從東港碼頭搭船前往 而在東港碼頭往返小琉球的交通船 又分為公營以及民營兩種 差別在於航行的時間、票價 以及目的地會不一樣 公營交通船會比民營交通船便宜一點 而民營交通船的選擇會比較多 依照船般線路的不同 可以分別在小琉球的白沙尾漁港 大幅漁港下船 航行的時間大概是25-30分鐘 而公營交通船則是在大幅漁港下船 航行的時間大概是在35-40分鐘 運車的話就需要分別打電話詢問船公司了 有些假日不運重機 有些有限制一艘船最多只能載幾台重機 還是建議有想前往的朋友們 事先詢問會比較保險一點 而今天我們搭乘的船公司則是他還附航運 出發前兩天詢問過 假日是有提供載運重機的服務的 不過每一個航班都是有限制的 這時候就是先搶先贏啦 提早排隊 這一班載滿了沒搭到 還有下一班 排一整天一定休毒會丟的 這是你第一次坐船要出去對不對 就是摩托車 and你and船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車全部停好了 我們準備等下準備就要航向我們偉大的新世界 那我們現在呢 因為我們一整天都沒有吃東西 肚子太餓了 派出我們兩位打飯班 就是我 以及我們專業攝影師 蒸蒸 他們兩個就在那邊耍廢 我們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啊 一直都在幹話 我們他媽從台南騎到這邊騎了6個多小時吧 我們現在準備去買東西了 我們不要再講了 等下繼續講下去呢 可能船已經來了 我們還沒買完 GO! 再見! 我們現在在那個東港碼頭旁邊呢 他這邊有一大堆吃的 我們應該就進去隨便買個吃的 然後最主要是要買喝的啦 看一下這裡面到底賣了什麼東西 聽說有賣生魚片 然後生魚片好像蠻厲害的 走走看 GO!GO! 拿完船票 牽好車排好隊 我們也準備來去東港碼頭旁邊的華僑市場 買個午餐 在華僑市場這裡 你會感覺到店家真的非常的熱情 可能是因為這裡的店家性質相似 當天看到我 都一直說 帥哥要不要吃東西 進來做啊 也真的是辛苦這些阿姨們了 還要叫我帥哥 真的也算是蠻競爭的啦 最後隨便選了一間 點了一點東西 就準備回到排隊的地方吃飯了 大家考仙科 看著那個我就就想到了 我好想要吃仙科喔 我們東港碼頭呢 這邊附贈桌子 買了這個兩個 蝦人炒飯 還有一個 黑鮪魚片 其實阿我對這邊實在是太陌生了 完全不認識這個地方 我也不知道裡面到底有什麼好吃的 所以最後呢 我就隨便亂買 看到什麼就買什麼 你現在要拜提公是不是阿 是嗎? 下次要拜拜是不是 今天 的確是要拜 因為今天端午節 那魯赫覺得 雖然我這一次因為不熟這個地方 所以真的算是亂亂買啦 但是在華僑市場 隨便買的一間炒飯 生魚片 真的也算是蠻新鮮的 我想下一次有機會的話 不用搭船 特地來這裡吃東西 應該也會是一個不錯的享受 吃飽喝足之後 我們的船也來了 接下來 就是把車 給它牽到船上 嘿 各位 我們現在吃完飯了 吃飽了 就有點想要睡覺 等一下呢 我們的船就準備要來了 然後我們就要上船了 準備前往我們的小琉球 據說我們上船的時候呢 因為它不像台華輪那樣 這麼的舒適 這麼的豪華 把車牽上去之後呢 我們要在車子旁邊 好好的扶著它 那個人是覺得這應該是蠻刺激的 它應該會這樣往上往下 往上往下吧 哈哈哈哈 希望我不會就是彈下去 然後整台就掉下去了 就變水上摩托車了 然後我們等等上船見啦 跟澎湖一樣 因為我們實在是太流高了 又把車運到小琉球 所以人和車 船票是分開的 雖然船票是分開的 但是前往小琉球的價格 就比澎湖親民很多了啦 一個人來回410塊 紅排車單趟200塊 來回400塊 紅排車單趟300塊 來回600塊 少了那些尾數 記起來也算是蠻容易記的 我覺得這次跟澎湖比起來 這次輕鬆很多 對 因為至少睡得比較薄一點點 除了睡得比較薄之外 整個上船的手續 也簡化非常多 哈哈哈哈 我們上次都跨船 就搭了5、6個小時 你其實上次是直接騎進去耶 上次直接騎進去沒錯 可是我們在買票那邊也弄得 哦 對弄得 對那時候沒 可是這邊我也沒做過啊 他們比較簡單 對 這邊就比較簡單 因為這次的那個船票 已經有人幫我們搞定了 上次我們澎湖是因為 我們從來沒搭過 在賣船票那個 還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 搞得我們超緊張的 對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啊 就是往那個小琉球 這個船 它是比較偏向那種 真的很親密的交通船 對 供那個他們當地的居民 鄉親來往的這個 一個重要的交通工具 除了方便到他們呢 也方便到我們這些旅客 對 滿讚的 非常棒 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重點是什麼 請說 重點是我覺得 我們其實是有點重高 對 因為小琉球有多小 比西北島還要小 一平板公平 對 然後我們居然呢 要去那邊玩死天 就算了 玩死天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居然媳婦 從台北騎到東港 超丟糕的 跟上次一樣 還背了一個挖鞋 他媽跟神經病一樣 他在幹嘛 車子上船之後 因為沒有用繩子固定住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車子旁邊顧車 防止它倒下去 也因為這樣 所以第二次和車子一起搭船 比起上一次 魯特真的覺得更有fue了 而前面有提到 從東港到小琉球的航行時間 大約是25分鐘 而從東港到小琉球的距離 超過15公里 相比澎湖 魯特是覺得 船的速度明顯快很多啦 不過幸好今天的天氣很好 海面也蠻平靜的 比較像是從馬公坐船到七美的那種感覺 在經過20分鐘的航行之後 我們終於來到了 小琉球 從東港碼頭搭乘民營船出發 經過短暫的不到30分鐘 在碼頭繽紛彩繪的幻影下 我們很快的來到了 小琉球的白沙圍港 要認識小琉球 最好的方式 就是從踏進門戶的地方 碼頭 開始認識 地圖上來看 小琉球面積不大 6.8平方公里 跟之前去的澎湖七美 面積差不多大 但是這小小的6.8平方公里中 卻有著5個港口 分別是白沙尾漁港 漁府漁港 大虎漁港 山府漁港 泰漁港 發揮我們的想像力 如果把小琉球 想像是一隻漂浮在台灣海峽上的鞋子 這些漁港的位置 剛好就分別分佈在 鞋舌 鞋底 鞋跟 鞋頭的位置 也因為在這一隻小小的鞋子裡面 塞進了5個港口 所以小琉球 也因此培育出了無數位船長 算是船長的故鄉了吧 跟澎湖一樣都是離島 港口同樣是鹹鹹的海風的味道 從這個港口的前兩個字 白沙 讓我在剛下船的時候 還一度以為來到了澎湖的白沙鄉 白沙尾港 是從東港 往返小琉球的主要港口 這一點從港口裡面 滿滿排隊遊客就可以知道了 而其實從東港開始 雖然說我們搭的是民營交通船 但是船上除了摩托車 遊客 還同時載了很多當地居民的物資 這些物資也從東港 經過百沙圍港 進入小琉球 小琉球距離台灣本島的距離 不是太遠 所以除非是遇到強烈的西南氣流 否則是不太會有那種 物資嚴重匱乏的問題啊 只花我們短短的大概二十幾分鐘不到 時間非常的快 跟上次澎湖呢 可以說是天差地遠 反而還有那麼一點點的空虛感 像我們把車運過來 可是好像沒有離台灣很遠 天氣真的超好超熱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先回去民宿 先放個東西 放完東西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再看 我們今天的行程是什麼 我已經熱到快虛脫了好不好 趕快回民宿 Go Go 親自把摩托車從船上牽下船 已經逐漸成為了 我們每次離島旅遊的重要儀式 雖然距離台灣不遠 但是就在前輪 剛接觸到碼頭的那一刻 還是充滿了興奮 各位朋友 我們現在 剛到我們的小琉球 然後呢 我們準備要去民宿放東西 這個天氣實在是 有夠熱 天氣超好的啦 剛才從那個船上啊 看過去那邊有沒有 那一坨白雲 OMG 這個雲實在是 非常的清楚 然後又加上前陣子 剛下了一整個禮拜雨 所以整個 視野看過去啊 真的非常的清澈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間點來 熱歸熱 很熱沒錯 是會熱到中暑 有點熱到不太舒服的那一種 但是 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景色 這樣對我們來說 其實就夠了 那些什麼太熱啊 什麼很曬啊 OK的好不好 準備要出發了 Go Go 出來再到小琉球 他就用一個熱情到不能再熱情的氣溫歡迎我們 這次的旅程只有4天 不過以小琉球這個大小 4天 說真的 在一開始還是會覺得很多啊 就跟去年 我還想要帶著筆電去澎湖剪片的那種天真想法一樣 這一次帶了一大堆東西 所以還是決定先前往民宿 把該放的東西給他放一放 接著再出門看看小琉球 把橘白和拉力運過來 我都說這是情懷啦 環島一圈小琉球 大概不到30分鐘就可以騎完了 把摩托車弄過來就算了 還要在這小小的島上騎4天 真的是非常想要解這個成就 才會幹的出這種事情 騎了不到5分鐘 嚴格來說是只騎了3分12秒 我們也來到了民宿 -好謝謝 -OK 恭喜你成功抵達小琉球了 -好棒 -這樣也要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這個小琉球的 這幾天住的嘛對不對 我們就是一直住這間的 -留念 -留... -留戀 -留戀 -留戀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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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大家導覽一下我們這次小琉球住的民宿 -GO -好涼喔 -他的策略是等一下不想讓我們出去吧 -個人是覺得啊 -感受到這個溫度 -基本上呢 -你完全不用管這個裝潢怎麼樣 -就是舒服了啦 -好不好 -位置有點小 -不過還OK啦 -這次還放了一個這個 -好奇碼 -這裡是稍微有點比較小一點點 -不過因為小琉球這邊啊 -整片島也很小 -只要稍微大一點的地方 -對 -這裡的蛋黃區和蛋白區 -是分的非常清楚的 -像我們呢 -吃蛋白就很飽了 -我個人啊 -在吃茶葉蛋的時候 -最喜歡吃的就是蛋白 -不喜歡吃蛋黃 -這次我們住在小琉球的蛋白區 -四天三夜的價格 -雙人房一共是五千一 -空間稍微小了一點 -不過算是還蠻便宜的啦 -把東西放好 -接著我們也準備出發了 -欸你說你等一下 -為什麼沒辦法飛空拍 -因為我的手機沒有電 -可是你不是騎那個大洋嗎 -T嗎他沒有那個USB的那個充電 -TL都有 -這台多少 -這台那時候大概是52 -蛤 -52萬沒有附那個喔 -我告訴你 -真正高級的車子 -就是什麼都沒有 -看好二十幾萬就有 -你他媽去年 -用在澎湖的時候 -你拿什麼來追我 -我忘記了 -你說你沒有定速喔 -你意表沒有轉速喔 -我這是豪華配備欸 -我跟你講 -我看他媽多豪華 -連我們的橘擺啊 -都有USB -你這個真的不行 -你這個真的不行 -經過了短暫的二三十分鐘的休息之後 -我們現在準備要去還這個小琉球島 -go go -從民宿出發 -因為今天的天氣實還是太熱了 -所以在啟程之後 -還是決定先去買個喝的 -再去看夕陽 -騎了兩分鐘 -我們也來到了靠近白沙圍碼頭附近 -由我們小胖兄推薦的飲料 -接著一路前往這個位在034旁邊 -小琉球的標誌性地標 -花瓶岩 -離島旅遊中最常看見的景點就是什麼岩 -什麼洞 -通常這時候就是我們發揮自身想像力的時候了 -花瓶岩 -顧名思義 -長得像花瓶 -在瓶口附近剛好有植物生長 -所以久而久之 -大家也就把它稱為花瓶岩 -花瓶岩其實就位在我們今天下船的白沙鮪魚港旁邊 -在還沒下船的時候就可以發現它守護在小琉球旁的身影 -而來到這邊的時間剛好是接近日落的時間 -夕陽無限好 -加上今天天氣 -真的超級好 -肉眼就可以直接看到對岸的陵圓石化工業區 -在周圍被大海包圍的情況下看過去 -真的很像是海市滲樓的那種感覺 -你們一定會很好奇說 -為什麼我們來這邊沒有下去玩水 -對我們就是沒有下去玩 -我們就是這麼的北蘭 -我們就是來騎車的 -哈哈哈 -騎這個18公里的路線 -半小時就騎完 -沒有啦我們玩水的行程大概是明後天的行程 -我們才會過來 -這個地方我們應該會停超多次 而在花瓶岩這裡的沿岸 也是小琉球能捕捉海龜英姿的眾多地方中 其中一個地點 甚至不用下水 用空拍機的畫面 就可以看見他們浮出海面喚氣的模樣 而且數量其實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多 當天應該就看到了超過7隻吧 看著海龜自由自在的悠遊海中 固然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不過有一幕還是讓人蠻傷心的啦 就是這隻海龜游著游著 就游到了一個樹腳袋旁邊 畫面看起來算是蠻諷刺的 其實在我們出發前 小胖哥就有跟我說 小琉球是一個充滿悲劇的小島 在一開始我也大致上知道 在這個小島上發生的故事 不過我沒想到這個悲劇 竟然會從四五百年前的歷史悲劇 延續到現在成為現代的海洋悲歌 這邊也同樣呼籲大家 海水這麼清澈 椒鹽這麼美麗 海龜這麼可愛 亂丟垃圾的 是垃圾 你看飛空拍機有飛到海龜嗎? 沒有 你沒飛到海龜? 對 因為我海龜想要在水底下看 我迫不及待了啦 因為大家眾所周知 小琉球這個海龜 世界出名 那我剛才看到螢幕 有點傷心的螢幕 海龜我拍到了 空拍機有開九宮格 他是飛在我右上角 但是我九宮格正中間呢 有個塑膠袋 太誇張了吧 所以看到這個情景 就是有一點感傷你知道嗎 各位朋友們 來到這個小琉球 好不好 我們的環境還是要照顧一下 聽說從前的小琉球 是看不到海龜 沒錯 然後經過這個在地人 不斷的努力 對 然後這個海龜出獄的還不錯 對 那我們剛剛空拍的時候拍到垃圾 對 的確啦 是有點傷心好不好 我們還是要愛護一下地上 盡量不要在海邊丟垃圾 還是不要丟垃圾就比較好啦 對 那時候要出發之前 張東小胖有跟我說 小琉球就是一個充滿悲劇的島嶼 那我個人是覺得在我第一站 我就看到這個景象 還真的有點悲劇耶 哈哈哈哈 好啦然後我們等一下準備要出發了 今天天氣真的超級好 太陽準備要下山 現在光線真的很棒 遠方呢 還可以看得到我們的台灣 這邊應該就是高雄 我們剛才搭船的時候啊 那邊有一個紅色拱橋 我現在從這邊看過去呢 還看得到那紅色拱橋 各位應該就知道說今天天氣真的是超棒 視野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晰好不好 這隻是代表什麼 很爽 來到小琉球的時間是在6月 這個季節也是海龜會上岸產卵的季節 所以可以看見才剛日落 海灘上原本滿滿的人潮也都消失了 算是還給海龜們好好殘卵的空間與時間 前幾年甚至還實施過宵禁 所以如果是在海龜殘卵期 想要前往小琉球的朋友們 也注意到不要打擾到海龜了 在這裡我們待了蠻久的一段時間的 從夕陽還沒西下到夕陽西下 就是沒有下水去玩 第一天嘛 不急 看完夕陽 我們也準備去吃晚餐了 我們現在來到了蠻君火鍋 今天呢我們的晚餐 就是在這邊 準備要來吃個飯 外表呢 看起來不怎麼樣 裡面呢聽說非常的厲害 準備來吃爆一下 GO 有越多這個季節啊 來到這邊的時候還這麼多人 就是要這間多行 他這裡的點菜方式很特別 他這個全部都放在冰箱裡面 他這一盤 然後看那個標籤上面是多少 一盤50 5050 就直接拿 然後就是結帳的時候 他好像用 他應該是用盤子算吧 對 用盤子算 對 所以就看我們拿了幾盤 就是多少錢 之前來是因為我看網路上的評價 都說這裡非常評價 非常評價 對 就是很便宜的意思 對 可能四五個朋友一起吃 到最後可能也 一個人兩三百塊這樣 對 各位觀眾 原本呢我們這一鍋湯 是非常清甜的好不好 然後呢 剛剛小棒意外加了一個 一塊的鴨肉之後 從此之後這一鍋火鍋湯 又變成鹽漿 所以來這裡吃飯呢 記得 不要隨便在便室裡面拿鴨肉 不然可能會造成這一鍋湯 完全沒辦法喝 你應該是拿到那個狗的鴨吧 我不能這樣講 拿到鴨 老闆娘怎麼會在裡面放狗的那個 狗娘 因為他知道你回去拿 這樣講完就沒有 不如道理 他放裡面只有一盤 他拿出來就沒有 聽起來蠻合理的 我現在吃完 立舉火鍋了 CP值高 我們點了那麼多東西 我們這一鍋 就拿了七八盤肉了 然後 再加上還有其他人 然後是一個人總共吃了兩千九 一個人兩百六十六塊 我覺得以小琉球這個觀光地方 真的算是超齒的 那我們現在吃完飯了 準備要回我們的民宿了 再來回民宿之後呢 我應該會稍微的剪一下 今天拍的影片 然後先上傳 IG還有臉書給大家看 準備出發 GO 吃完火鍋 今天的行程也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第一天 我們從屏東東港搭船 一路幹化 把橘白運過來 明天 我們準備正式騎爆小琉球 各位觀眾 我們在表倒下 各位觀眾 我們在哇塞 我們在無回動 我們在無回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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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